全台多个地方午后降下了好大雨 尤其是在台北 傍晚天空雷雨交加 闪电伴随着雷声划过天际 另外南投下午同样也遭到雨淡袭击 草藤镇在一个小时之内 累积雨量来到了55毫米 幸好都没有灾情传出 不过在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通往纠之泽温泉 唯一的道路经不住连日的豪雨 发生了边坡崩塌 为了安全起见 温泉区也将暂时休圆到9月中旬 台北傍晚的天空雷雨交加 闪电伴随着雷声划过天际 强光罩在大楼外墙 让市区显得很不宁静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 还有热对流的影响 台北下午降下大雷雨 整个市区雾蒙蒙一片 雨是相当惊人 而且不光是大台北 台湾多个地方在14号下午 接连遭到雨淡袭击 南投草屯镇 上天下起雷震雨 车辆的雨刷拼命刷 还是拼不过超大雨势 短短一个小时 累积雨量来到55毫米 幸好没有传出淹水的灾情 不过来到台湾东部 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通往九之泽温泉的唯一道路 因为连日好雨 情况不乐观 道路边坡整面倾斜 路面全是掉落的碎石 直到14号早上 落石持续发生 让管理处不得不喊出修缘公告 全台多地强降雨 民众最近出门 一定要多加留意路况 备好雨具用品 记者综合报道